過去其實我無所謂 但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 都是寫男生 你看 而且你們已經被人打了 我是Shaw 我是一個跨性別者 我一直都是一個男人 我有意識開始 其實已經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女生 我最慘是最讀女校 由小學到中學 最糟糕就是體育課換衣服 前面的胸你真的看到 覺得這件事否消失了 我又沒有債兇為 為何我很抗拒 那些師姐在笑你 那時候你覺得簡直是想找一塊鑽 有一個朋友是一個Gay的朋友 怎樣就發了我 他說他想用一個男性的身體 去餓一個男人 又很幸運 同一段時間 我有一個學生 他很隨意地說一句 對我來說 如果你是我的宣傳 其實男女是沒有分別 因為這兩個人 導致我開始犯一件事 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就去排隊做蘋果 在第一年精神科之後 其實醫生開始開了一隻口服的Hormus 後來要完成兩年評估 他才轉介我去內分泌科 才正式打針 打了一年左右 做了上身手術 所以就切了預防 體毛會多了 聲音會沉 還有一個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轉變 就是你本身的陰核位 會生了一條嬰兒椎 它不會變硬 因為你已經沒有太多血管 和尿道 以及那些去什麼 你出生的時候已經 所以它不會漲 其實我是 感謝我家比較複雜的背景 我爸爸其實現在 已經離開了家了 我約過他出來喝過茶 我跟他說過 我如是姐 我約他去翻我桌子 然後他就說 不行啊 我媽媽做手術 噢 那即是怎樣 噢 做手術 噢 噢 即是他每次都是噢 他應該不是百分之百接受的 但是他只不過 你覺得你這麼大一個人 我都沒有辦法管你了 那樣東西 我想他還是在那個適應期內 真真正正正歧視 就是有一次我去開戶口 我不介意他裡面的電腦 的電腦寫什麼 我看不到 我只是想封信 你一不不要落 即我不想見到 miss 這個字 其實簡單一點 他不讓我開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看到你其他文件 所以我不開給你 我覺得他很帥 你當我完全不用你改任何東西 我現在是一個香港的居民 你憑什麼不讓我開 其實很多人 他們所謂那種 你以為是歧視眼神 其實他是一種無知的眼神 我不是要去改變別人的價值觀 我告訴你 有這個人 其實多些人認知的話 就會少一些無知 我 其實都是正常 是要上班 要搵食 也有我生活的壓力 其實我和你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好好相處 不如好好相處